我就跟你们说我凉凉了 我就没有热度了 我都凉凉了 所以说你看现在一直播 两千人 两千人都保持不住 一会儿就到一千多人了 是不是怪丢人呢 就怪丢人 没有热度了 冬春豪哥 说你被他KO了 是真的吗 江湖的谣言很多 谣言止于吃者家人 今天传我被KO了 明天传我被KO了 非常难 我都一千五百当 我都没有热度了 还来趁我的热度 哪有热度 没有热度了 还来趁我的热度 这说明我在他们心目当中的分量 这么一想 其实心里也挺平的 如果我在他们心目当中的分量不足的话 他们不可能整天在趁我的热度来挑战我 突然发现自己很高大上 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这个道理 你这么想心里就平衡了 为什么是别人趁你热度 还是你有分量 对不对 你要没有分量的话 别人不可能趁你热度 对吧 保持一种神秘 应该说把你 说打你的人收拾一下 没必要收拾 杀鸡用宰牛刀 你连结如果的吗 如果练三打 可以打出来吗 这个问题不要问这样的问题 问这样的问题不好回答 好吧 没有如果 好吧 只有结果和后果 没有如果 你不要问如果 如果谁谁谁怎么怎么 没有如果 好吧 没法没法说 对不对 也许他练三打他什么都不是 也许他练三打他能 他就能够成为世界冠军 好不好 好吧 你的书法很不错 我那不叫书法 我那叫毛笔字 我那称不上书法 好不好 咱因为咱没有那个 咱不是打师 咱写不出来书法 咱只能说是那个毛笔字 我就是一个业绩爱好者 好吧 平时喜欢 咱也喜欢揪人线 也就是喜欢写一写 然后我发的这个 抖音作品里 供大家欣赏一下 希望大家指证吧 好好 咱那称不上书法 好吧 跟书法来说的话 还离得很远了 还没到书法 那个层面和境界 好吧 让人赏心悦目的 那个叫书法 我那个就能 能看 能看 好吧 越有本事的人越谦虚 你这话说的 我非常的认可 好吧 我是那个没什么本事 我是必须谦虚 因为我也想高调 但是没那个实力 我是这样的 但是你要说 越有实力的人越基调 这个话我是认可的 我是认可的 对吧 网红和运动员 有什么想通过 任何一个运动项目也好 或者任何一个项目也好 包括网红也好 你都得去划心 你都得努力 你都得想办法 对吧 网红也是一样 网红的你不要 不要看网红 然后就对他 有一种歧视 网红也很努力 真的很努力 你看他努力的一面 为什么说这么一些人说 这么一些粉丝 愿意跟随他 打PK了 愿意给他上票 卖东西了 愿意去买他的东西 为什么 对不对 也是需要你努力的 不是说 你随随便便 就能够当网红了 是不是 运动员也是一样 你想出成绩的话 你也需要努力 你也需要认真 你也需要付出更多的东西 都是一样 任何一项世界都不简单 都很难做 网红也很难 网红也是有门道的 也是有套路的 也是有门道的 你说当运动员做好了 你也是需要一点点小心机的 你也是需要一点点努力 需要很多的东西 都是各有各的道 都一样 你要说他们相通的地方就是这样 相通的地方就是这样 有点吸引 有点關键 应该是有点黄色的